大家好 歡迎來到 《領大抗疫三寶知養心靈必修課》 《家中作樂藝術創作》第二課 《明治與顏色》 我是陳雅芝 彭彭 今天會帶大家 嘗試在家中找不同的物料 幫你做一件創作 千萬不要擔心你有沒有準備夠 或者是否懂得畫 不一定要有所有物料 但你可以嘗試 如果找到什麼就用什麼就地取材 介紹一下今天會用的物料 在家中找到不同的筆 有鉛筆、面膜筆 不同粗幼的墨水筆 都會有用的 然後我也找到一些不同顏色的筆 都可以在我們一會兒想一下自己的名字 和顏色的關係 給予一些靈感 然後有一支碳筆 還有不同顏色的水彩 然後我四處找一些不同顏色的東西 顏色和名字的關係 所以我就嘗試在雜誌上剪了一些 黃黃、綠綠、藍藍、黑黑的不同的圖形 看看如何在我們的創作 給予一些靈感 另外也有白膠章和剪刀 但也不一定要用的 白膠章可能就需要一些 但如果不特別想用剪刀 剪到整齊齊 其實可以用手撕也行 好 今天的創作叫做顏色與名字 我先找了一張環保的A4紙 和一個比較硬一點的墊桌 你可以在家找你適合的圖畫紙 顏色和名字其實就是想嘗試用我們的名字 和如何聯想到一些顏色去開展創作 我現在先用一個碳筆 我特別今天用左手試試去畫 因為平時我是右手習慣用的 不過我們寫字 寫字的名字寫到習慣了 所以可能已經有一個很特定的做法 我今天也挑戰一下自己試試用左手 希望你又試試用你不是習慣用的手 先寫一下自己的名字 藤藤的中文名字其實叫做雅枝 好 好 這樣也有很多筆畫 在一個名字那裡開始自己想想 我們中文字很好 象形文字 也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我們的字拼起來變成這樣 不要太過記住平時想的 開始再用一些深色的顏色去想想 你這個名字可以怎樣變成一個圖畫 我某些地方可能想加粗一點 如果你覺得用你不慣常的手真的很難 你也可以用自己慣常的手 好 這樣我用自己的左手也可以 加一些顏色圖案 由自己的名字開始 不用太過心急 亦都不用想太多 哎呦 我不知道加些什麼 隨意看到某一個線條 令到你想加 然後加水就可以了 如果有看過我們第一個圖案 人像畫的時候 我們經常都會用一些重複性的圖案 它會做創作 這樣會令到你的畫面 是比較多立體感 不外乎有時都是由小變大 由大變小 那我在這裡再加一點 如果你說哎呀 中文字 我覺得很複雜 我想用英文字也可以的 按你自己喜歡也可以的 這個畫面令我想起戴口罩的日子 在裡面也有一個很大的嘴唇 然後想起戴口罩呢 在裡面也有一個很大的嘴唇 好 如果開始覺得差不多了 我覺得圖案夠了 我用回自己深色的筆 加深自己的名字的其他部分 看看出來的效果會如何 有時甚至滑滑一下 我突然間覺得 不是有些東西要延長的 這樣你就不要客氣了 這樣就讓自己 試試去做 這樣就好了 跟剛才一樣 看完字又想想 有沒有些東西可以延長 令到畫面更加豐富 那裡面可能有一些不同的 那記住 你不用像我這樣做 你有你自己創作的部分 每個人的人名 都有它可以延伸的部分 所以用自己的人名來做創作 是最直接的 可能也有一些 家庭背景的關係的意義 又或者是 你的家人為你改的名字 可能都是有一些不同的意義 你也可以把這些元素加進去 好 畫完所有畫面之後 我覺得差不多了 然後我們就去找一些不同 剛才剪下來的雜誌 或者宣傳品的 剪下來的顏色 我故意把剪下來的 分成不同的顏色 我再想想自己的名字 又或者想想自己的時候 發覺我也是想 放一些綠色、藍色 還有橙色、黃色 所以我就把這些東西 放在眼前 特別看到頂草帽 覺得很適合我這個雅字 所以我就先把它切下去 你記住 把名字做一個延伸 做一個主體 其實沒什麼所謂的 你當它是一個人 這樣做 可以了 先把它戴上帽子 然後我就想看一看 我想在這裡 加一些綠色 我直接截一些八角的照片 那我最喜歡就是 拿回一些雜誌紙來 把它鋪開先 那剛才說 你喜歡的可以 用手撕開它都可以 所以你不一定要 剪到剪成齊齊 綠色都有很多種的 所以我好像砌砌圖一樣 把它 把它 做一個東西 砌一些砌一些 砌一些 砌一些 想起我自己的名字 砌枝 砌枝 很多人都以為 像很優雅的姿態 小時候其實是很粗魯的 很喜歡周地玩 而且因為自己是一個 比較郊外的地方成長 所以就很喜歡大自然 所以就在我這個 這個枝子的旁邊 加一些綠色 加些什麼 沒什麼所謂 即是怎樣加法 都沒什麼所謂 不過純粹自己覺得 在這個部分 加一點綠色 可能是 比較符合我自己 好 反而想在下面 也要加些天空 藍色的天空 沒有所謂的 不一定要天空在上面 坐在下面 我們這個創作 純粹就是 隨著心意 隨著自己的感覺去做 無需戒壞 好 這樣 加些 嘩 就想直接 好 好 先把天空在下面 撕開它 有時是令到那個 這個線條更加 油脆 這樣 不用太過 死板 又或者單一 好像砌牆 這樣 用自己的名字 來做一個 開始的創作 這樣就完成了 好 今天就和大家做了這個 人名與顏色的一個創作 用自己的名字去開始 想一下自己的名字 又和不同的顏色有什麼關係 還有原來你的名字的線條 是怎樣可以拉長 或者縮短 又或者加一些不同的圖案 變成一個創作的開始 就地採材 在家裡拿東西 都可以開開心心 輕輕鬆鬆 在家裡做一個創作 希望大家喜歡 拜拜